一名黑衣男子从车上下车 小跑步上前 看见陈信脚头近距离开枪 黑衣男冲到停车场 对脚头开枪 身边小弟落荒而逃 黑衣男原本想逃又折返 过程中太紧张 手枪一度掉地上 弯腰减枪再度开枪 另外一个角度拍下枪手连红六枪 最后跳上车离开 而陈信脚头腹部中两枪 小弟开车送医 失血过多送医前没有生命迹象 最后枪就不治 陈信死者绰号阿桃 是屏东脚头经营神坛 太太是乡名代表 曾到筹家开27枪 是当地狠角色 而且其实有一个人对那个人开枪 我看至少十几枪 十几枪 而且又是近距离 枪手开枪后直奔派出所投案 两把手枪42颗子弹 警方不排除是债务纠纷 枪手表示阿桃欠赌债 超过50万枚还酿杀鸡 但也怀疑枪手是遭幕后人之事 那我们初步了解是赌债纠纷 那金额大概数十万元 枪手和角头两人都是屏东人 之前彼此都认识 为了解决角头 从屏东冲到高雄 现场埋伏一分钟内开六枪 恐怕是预谋杀人 杀人动机就怕还有其他纠纷内幕 警方持续追查 记者黄迅松沛城高雄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